热线12今日关注 北京魏征共享单车撞伤男童 两男子已被刑事拘留 浙江海盐藏在微信红包里的赌局 广西苹果 村民水柜内气体中毒 九人死亡 山东潭城 女大学生之死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快报 6月13日 民众部举行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 专题新闻发布会 民主部将认真贯彻落实意见精神 联合多部门 骑抓控管 形成合力 从四项举措有效预防和惩治 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最近为争抢共享单车 男子碾亚男童的这段视频 在网上被很多朋友是热传 而且这个事件也是受到了 网友们普遍的关注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最近对此事专门做出了回应 视频显示 6月3号下午 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电箱新文化大街 两名骑共享单车的男子 将一名男童从后面撞倒在地 之后两名男子又折返回来 对男童进行了殴打 最终受伤男童在另一名男童的搀扶下离开 据受伤男童的家长介绍 此次事件造成男童腿部骨折 这俩人骑着脚光车 来到我们机器公寓楼下 一个铃肉火烧饭馆的吃饭 吃饭期间 他把两辆脚光车 躲在发电门口 孩子就想骑着车 然后拿手机去扫码 骑车的时候 这俩人出来不让骑 说这车是他的 然后这俩人就把这俩推开了 不让用 然后就为这些 他俩可能发生了真识 反正以后 这俩人其实就走了 把这俩孩子很生气 然后就说我跟俩拍照 他在网上 我给你上传到 头外公文的官方网 我投诉你俩 然后这俩人就听见了 听见就随后头上就追着来 当天我就报警了 6月13号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发布消息称 针对近日媒体报道的 中共想单车 男子碾亚男童的情况 朝阳警方已于6月10号18时左右 将两名嫌疑人抓获 他们二人因寻衅滋事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查中 两个嫌疑人 我们从通报里面可以看到 都是21岁 年轻的年纪 都是黑龙江省人 确实是带来了东北虎的雄风 另外特别要强调一下 我们在视频当中看到 这个小男孩的年纪并不大 但是根据我们国家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 明确的规定 道路上驾驶自行车 必须年满12周岁 所以特别提醒 有些家长要注意了 我们来继续关注下一条新闻 为了加强人民调节组织建设工作的 行业性专业性上海浦东新区 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人民调节工作平台 上海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节中心 从八大环节明确了调节操作的流程 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2015年12月 浦东新区司法局在区委区政府和上海市司法局的指导下 成立了全国首家专业人民调节工作平台 上海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节中心 这个平台集合了医患纠纷 物业纠纷 道路交通纠纷 国际旅游度假区纠 工商联民商市纠纷 五个常驻调节组织 建立一个平台 方便老百姓来找到调节的地方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一门十寿里 多平台的来承接 那我们现在有调节员 有调节秘书 对吧 还有专门管理档案的人 专门进行保障的人员 将他们分工更加细致 然后就是专人的人 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情 这样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据介绍浦东调节中心 对常驻调委会进行共性规范 从咨询接待 申请和受理 调查 专家咨询 调解 调解协议 调解终止 回访等八大环节 明确调解操作流程 已经形成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 规范化制度化管理模式 因为我们去年 一共受理了一万两天多天 我们调解了一万 一千七百多天 这个效率非常高 更令人可喜的是 旅行约 约约 百分之百 这是我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这不是统议 这不是这个推算出来的 这是现实统计出来的 所以我们感到 方向应该说走得到 下边来跟您说碰瓷 通常碰瓷的人呢 都会围着这个车主 然后阻止你报警 最后想办法骗你的钱财 可是接下来 您看到这位碰瓷的 一看见车主下车 撒腿就跑 为什么呢 这事发生在北京 右转的时候 然后这会儿呢 正好出现一个黑的 凯美瑞 也没有牌子的车 在我的车前面 你看 它打着左闪 当天中午 民警徐海跃驾车 行驶到金哈高速路府路时 发现前方一辆无牌照的 黑色轿车 不停闪着左转向灯 在路中间缓缓前行 一直在我前面压着我 不让我超 速度挺慢的 到后来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 往右边贴 让我过去 看到黑色轿车 靠右让出一条路 徐海跃赶忙加速超过对方 没想到迎面正好碰见 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 就在错车的一瞬间 徐海跃听到一声喊叫 他赶忙下车查看情况 原来徐海跃当天 正准备开车去单位 穿着一身警服 没想到这名男子看到后 立刻慌了神 捡起路边另一辆自行车 转身就跑 男子骑得飞快 徐海跃好不容易赶上他 没想到这名男子 又调转车头逆行逃跑 我在开车 在绕着这个桥追他 他就开始在那窦桥桥 也跟我转着圈的跑 逆行过去 然后他又转 往西继续跑 这时候我呢 开车逆行就没法再开了 我把车停在路边 然后下车开始 跑着追他 眼见男子举止怪异 徐海跃突然想起几个月前 他们所里接到的两起报警 我以为是我给刮倒的 还是我击倒的 我去赶紧站那儿了 就是问那个施主 我说你给丢人受伤 然后他瞅着起来起来 擦着身 他说没受伤 如果那个苹果六手机 也给撞坏了 他说这样吧 那个你就给拿六千块钱 今年三月 刘先生驾车也是在这条路上 遭遇了寡蹭 事发后男子 以手机被撞坏为由 索要六千元 眼看刘先生要报警 男子突然降了价 他说你报警你不嫌麻烦吗 他说你经常开车 他说你不知道这事吗 我说嫌麻烦呢 但是我也没那么多钱 他最后说那个行吧 他说你给我七百是最少的吗 想到刘先生的经历 徐海跃确定 这名骑自行车的男子 正是两起碰瓷敲诈案的犯罪嫌疑人 于是徐海跃紧急部署 所内警力到达现场 进行围堵 据了解 李某是一名流窜作案的惯犯 每次他都利用碰瓷 谎称手机或电脑损坏为由 向司机索要钱财 在李某的手机里 警方发现了大量微信 面对面收款记录 其中最高一笔 净达一万三千元 据李某交代 他们团伙共有三人 一人开车挡住车道 迫使其他车辆变现超车 随后 李某趁机骑车经过 主动碰瓷倒地 另一名同伙则骑车在附近望风接应 目前李某因涉嫌敲诈勒索 已被警方控制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过去不是有句话吗 什么鲁班门前弄板斧 关公门前耍大刀 现在加了一句 警车前边玩碰瓷 下边一件事 跟大家有关系 就是微信红包 很多人都觉得 挺好玩这小游戏 不过有些人 开发出了微信红包的新功能 但是这事涉嫌违法 近日 浙江省嘉兴市海银县公安局 西唐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利用微信红包 组织赌博 警方侦查发现 这个名为20-100 小和雷群发错算福利的微信群 涉嫌利用微信红包进行赌博 警方随后在一处出租房内 将犯罪嫌疑人 何某石某夫妇抓获 大概在八九天的样子 但是群组的那个免死号的 获利金额已经达到了七千多元 何某和石某是怎样想到 利用微信红包来吐博的呢 之前嘛就是在 别人有拉我进 他们的群里面嘛 有玩过 玩过一阵子游戏之后 石某夫妻俩就自己创建了 一个微信群 没多久 群里成员就增至五十人左右 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赚到这个钱的吗 就是利用一个免死号码 我只要发给他相应的 一个福利钱就可以了 然后他们发红包的时候 会设定一个数字 比方说二 这个数字为 那个彩雷的一个数字 就比方说 谁抢红包 抢到了一个尾数为二的 那么这个人就要给谁 给那个发红包的那个人 反五十元 就是发多少 反多少 如果群主 就是有个免死号码 也抢到了这个 尾数十二的那个 一个红包 群主是不需要 给那个发红包的人 反线的 这样一来 不管群里的成员 怎么抢怎么发 由于免死 群主稳赚不赔 因涉嫌赌博罪 目前警方已依法对 何卯时卯二人 采取强制措施 接下来这件事情 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 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 这是一起悲剧 广西苹果县新安镇 因为要清理这个 自家的水柜 结果最终呢 导致九人丧了命 事发地点位于苹果县 新安镇汤纳村黄胎屯 记者在现场看到 事发的水柜 就在村民林某的家门口 由于当地降雨稀少 所以村民在家中 都会有这样一个 用来储存雨水的水柜 这个水柜 深约三米 宽约五米 内部是由树根木桩支撑 事发时底部残留 大约十公分深的积水 顶部由混泥土密封 仅留一个边长 五十公分左右的 四方形入口 当天村民林某 在进入水柜内 拆除混泥土顶板时 中度晕倒 这个户的户主 他做这个水柜之后 想把顶板 然后拆除 他叫一个他的叔过来帮忙 然后他叔也跟着下去 跟着下去 然后两个人都发现上不来 上面的人就在这里 叫救人救人的 林某和叔叔晕倒后 多名村民赶到现场 对两人十九 去了解前四名村民 进入水柜后相继晕倒 另外一名村民 在进入的过程中 呼吸困难撤出 发现灰心难受 然后他就爬上来了 爬上 他就爬上来了 爬上来了之后呢 他就阻止后面的人说 不要下去了 救不得 但是上面还有 那个村民说 他的亲戚 还是在下面的 然后后面 三个还是要下去 下去之后呢 是绑着绳子下去的 去到一半了 然后就昏迷了 事故发生后 当地政府立即组织 相关人员赶赴现场救援 当天中午十二点十分 九名中毒昏迷的村民 全部救出 并送往县人民医院抢救 我们医院的时候的话呢 是面试上白 构成食肝 肝脏剂的话呢 属于那种有毒剂底 比如说是像 一样化蛋啊 甲烷啊 这类的冲突 我们一直讲究到 下午四点五十分 然后的话呢 病人的话呢 是生命体型的话 没有维护 没有维护 就人长长就 宣布死亡 目前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 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九条生命啊 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所以特别特别提醒大家 每年呢 都会有类似这样的事情 什么水窖啊 菜窖啊 红树井啊 江井啊 等等 所以如果要进行清理的话 一定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下来会进入到 我们今天的热线故事 这个事呢 也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也是成为了一个新闻眼 也是引发了大家高度的关注 一位21岁的女大学生 不久之前呢 突然死在了 她的高中老师的家门口 而紧接着就有网友发帖说 这名女大学生 是因为遭遇到了老师的性侵 而最终走上绝路的 那么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个死亡的女大学生 和她的高中老师之间 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深夜女子离奇死亡 微博网友发帖引发热议 老师 学生 她们之间隐藏着什么秘密 高一的时候 我妹妹能被她强破 山东坛城 女大学生之死 热线十二 即将不出 2017年5月13日晚 微博上有一网友发帖称 谭成二中老师丁某某 姓亲女学生 学生喝药死在丁某某家门口 那么帖子中所描述的事件 是不是真实的 如果是真的 这个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时间 网络上对此事议论纷纷 正当人们怀疑这个事件的 真实性的时候 5月14日凌晨1点02分 山东省林仪市 谭成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在这个帖子下面回复称 丁某某的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 5月13日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谭成警方的这条回复 无疑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 但是死者和丁某某究竟是什么关系 他是不是丁某某的学生 他有多大的年纪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性侵 他的死亡是自己服毒 还是被迫服毒 种种的疑问 并不能从这条简短的回复中得到答案 这让网友对此事的议论更加升级 几经周折 我们联系到了 这个在网络上发布帖子的网友 因为我在网上 我这样吧 也有好多就是威胁我的人 据发帖人说 他自从发布这个帖子之后 就受到不明网友的威胁和恐吓 这让他很是不安 不过他敢保证 他在帖子上发布的情况都是真的 因为他认识死者 真的很难过 因为他这个女孩嘛 咱说真的这个女孩 他的前途真的很难的 他后母农村就指望他上大学以后 能去家里光农要赌的 真的想到这个事 在和发帖人的沟通中 我们得知死者姓徐 是谭成二中老师丁某某的学生 也的确被丁某某姓轻 在事发当晚 徐某因为中毒 死在了丁某某的家门口 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怀着种种疑问 我们赶到了山东省林仪市谭成县 找到了死者徐某的家人 对于此事 他们又会说些什么呢 那么按照这个发帖人的说法说 这名21岁的女学生 从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 开始遭受到了老师的性侵 而且好像还持续了一段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跨度当中 老师 学校 还有孩子的父母 是不是知情 那么为什么到今天 会导致这个女生的死亡呢 徐某之死 又给他的家庭 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017年5月18日 在山东省林仪市谭成县 记者找到了死者的父母 但是他们因为女儿徐某的死 情绪已经崩溃 由于死者的父母哀伤果度 无法接受记者的采访 经过沟通 记者采访到了徐某的其他亲人 因为我 就是说我妹妹出事了 但是我不知道她是说死掉了 她说死掉的时候 我接受不了的 说话的女子是死者徐某的大姐 她说家里共有姐弟四人 死者徐某是她的三妹 是1996年出生的 今年21 去年刚刚考上青岛的一所大学 在校的成绩也很好 没有想到 一直在青岛上学的她 会这样突然死在了檀城 我见到我妹妹的时候 就已经在殡仪馆了 在殡仪馆的时候 我到那时候 那个就是说法医嘛 就开始失见了 我到现在都是接受不了 我活生生的一个人 躺在殡仪馆里面 殡仪的 殡仪的 那么徐某是怎么死的呢 是不是像网路上发的那份帖子所说 被一位姓丁的老师姓亲 才服毒死在丁某某的家门口 我们查了电话号码 是那个老师打电话叫她来的 徐某的大姐说 丁某某确实姓亲过三位徐某 不过不是事发当板 就是上高一的时候她老师就已经把她 只能说是骗了 徐某大姐说她是在三位徐某死亡之后 才从二妹内里得知此事 对于此事徐某的二姐是这样说的 她之前一直都没有说 然后前几天的时候 就是她死前的几天突然间跟我说 她在高中的时候就跟她班主任在一起 从高几开始啊 高一 徐某的二姐说 之前和三妹是在微信上说的这件事 当时的微信聊天记录她还有保留 聊天记录显示在事发前五天 也就是2017年的5月7日 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跟她在一起了 当时没有说 因为像我妹妹是从小就是比较内向 她也是很传统的那一种 她那个时候肯定不是自愿的 应该是那时候高一的时候 我妹妹能被她强迫 跟她在一起 但是她又不敢说 然后时间长了 就是可能那男的脸红带骗的 把她骗住了 就这样保持这种关系了 徐某的二姐说 丁某某在三妹徐某上高中的三年时间 曾经强迫诱骗过徐某 和她发生过非正常的师生关系 徐某也因此怀过孕 他跟我讲 那个男的带她去流产 然后还让她用假名字打胎 在这期间 丁某某也曾经给徐某许诺要离婚 还给徐某写过一份协议 那协议 那个协议写的应该是 那个男的会跟他老婆离婚 就是对我妹妹负责 然而 等徐某毕业之后 丁某某的说法就变了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说 不想负责任了 我妹妹读大学了 走了 她就想把我妹妹甩开了 就是把这责任推干净了 之前的时候 我妹妹跟我讲的时候 她就是说 说 就是说 不会这么算了的 还是5月7日的聊天记录 当时 徐某和二姐的聊天中说 她想报复 想让丁某某离婚 那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给她回电话 因为信息说不清楚 我回她电话 我就 我就跟她说 我就说 没关系的 你就当被狗咬了个 就被 当被狗咬了一口 谁年轻的时候 没有碰到过渣 然后她跟我讲 她觉得自己怀过孕 刘国产 她说 急脏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在电话里开导她了 我说你现在听得好好上学 我说你不甘心 你想投诉她也好 我说你想投诉她也好 写信去教育局也好 我说这些事情 我来帮你 我帮你投诉行吗 我说你现在好好上学 然后她那个时候答应我了 她就听得好好上学 徐某想要报复丁某某的想法 在当时被二姐阻止 但是当地的民风相对保守 徐某的二姐 也没敢将妹妹的遭遇 告知父母 因为她跟我说之前 就签订一个宁观嘱咐 不让我跟爸妈说 我就不敢说 因为我怕我如果说了之后 爸妈知道的话 会把我妹妹逼死 我也不敢说 然后没想到隔了几天 我就突然间接到电话 说我妹死了 但是五天后 也就是5月13日的凌晨 徐某死在了丁某某的家门口 关于徐某服读 在老师丁某某家门前死亡之解释 当地也有不同版本的传言 其中的疑问 就是丁某某是否是教过徐某的老师 如果是 他是一位怎样的老师 在徐某和丁某某 长达三年的非正常师生关系中 丁某某所在的学校 就没有人知道吗 在他认知的学校里 还有没有其他受害的学生 我们注意到这个短片当中 最后留下了三个这样的问号 那其实也是大家所关心的 第一个就是说 家里人认为 这个所谓的丁某某 他就是罪魁祸首 那么长达三年的这种 非正常的这种关系 那学校 老师 同学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能够有所察觉吗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丁某死亡之后的六天 也就是2017年5月18日 谭成县第二中学的校方 对此事也做出了回应 当时呢就是我们看了之后 感到就是非常的震惊 因为这个老师的表现呢 他是去年代的高三 这个业务啊 平时啊 感觉啊 这个这个真的真的 没有看出的是这样的一个 会就是发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 警副校长是谭成 第二中学负责德育教育的领导 在得知此事的第一时间 就开始了相关的调查 学校这边这个听说了之后 就是非常的关注 这个学生的我们就调查了一下 了解了一下 他是因为是我们学校去年毕业的学生 他是13到15 13到16 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我们学校长学的 他之前是丁老师教的吗 之前是 之前呢是丁老师教过的 那么丁某某和死者徐某之间 长达三年的非正常师生关系 学校里是否有人知道呢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吧 我曾经问过他的一个 就是工作和生活当中 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他都告诉我是 警校长说实在的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而且我都感到震惊 他都说如果是稍微知道一点的话 是干预的话 都不会出现这么 这样的一个小情况 警服校长说 因为此事的发生 使得谭城第二中学的声誉 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他认为 这件事也是他们一个警醒自身 完善自身的契机 我们学校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现这样的事情 这个出现这样当然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这个 加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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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个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态度 正式它 然后去 这个修 这个加强各方面的工作 提升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 这个 教育教育的水平 由于丁某某所教班级 也就是徐某当年的同学都已经毕业了 对于是否还有其他受害者 小方并不清楚 但是在微博上 又自称是徐某的同学说 丁某某还曾经骚扰过其他女同学 也是通过微博 我们联系到了徐某高一师的一位同学 对于丁某某这名老师 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讲课倒是还挺有趣的 水平也还不错 挺幽默的一个人 他说 丁某某当时在高一教他们物理时 已经结婚 孩子在上幼儿园 但是当时的他并不知道 丁某某和徐某有超出正常师生的关系 从徐某的家里 我们找到了之前丁某某担任徐某班主任时 每个学期对他的评价 从这些评价当中 我们无从想象他们之间 居然有超出普通师生的关系 更难想象的是 就在这期间 徐某还因为丁某某而去做了流产手术 这种非正常的状态 究竟和徐某的最终死亡有没有关系 除了已经死亡的徐某 恐怕只有还活着的丁某某才知道 2017年5月19日 在徐某去世七天后 他的父母来到他死亡的小区 想为他烧点纸钱祭奠一下 在鞭炮声和女人的哭声中 有很多小区居民在围观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 还有人记得 但是更多的人对此事是避而不谈 这是13号上午是吗 有人上班 从他那身体上就跨过去 刚才发生这 人家会去 你我拿着鞭炮 人家都挥避 你家住都没了 郭姐姐都吓跑了 伴别人的住 刚才那些人是刻意挥避的事 在徐某死亡的那栋单元 我们找到了一位 事发当晚在家的邻居 他说那天晚上 他听到有人求救 但是他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那么那天晚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另一位知道这件事的小区居民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有听他们联系说 那边上面 就是晚上有喊住命的 有 有 有什么不合格的事 他那年天一圆了 有他吗 当记者问起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这位热心的居民 是这样说的 反正就是说来找他了嘛 然后找他 反正就失声了呀 对于那天晚上 徐某为何死亡 徐某的家人也想弄个明白 为此他们不止一次找到警方 他们认为 徐某的死亡有很多的疑点 我不相信我妹妹是自杀 我姐姐从来没想过自杀 就是她从 就是她在青岛的时候 她从来没说过要自杀 就是想砸他 把他车刮坏 就算了这个事情 我女儿不是自己自杀的 徐某弟弟说的砸车报复 是找到了徐某的同学后才知道的 在徐某同学那里 徐某弟弟找到了当时 徐某和同学的聊天记录 在聊天中她说 她回谈成是想报复丁某某 而她报复的方法 是想将丁某某的车给砸了 之后就返回青岛上去 然而她再也没能回去 就在那天晚上 徐某死在了丁某某的家门口 之前派出所说看监控 说我妹妹当天晚上 去那个南的小区的时候 在那小区转了三四圈 我应该是在找她的车 然后应该是没有找到 然后就上楼了 然后隔了中间差不多 在四十分钟就死了 她是说 就是说砸了她一下车 报复她一下就完事了 肯定是他们之间 或者是给她老婆之间 或者是给那个老师之间 发生了语言冲突 我妹妹才导致死亡 我妹妹说 说我妹妹是自己喝药的 但是现在那个药 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现在还有农药的来源 也没有查清楚 佩洛斯跟我们讲 还没有调查出来 这个药到底是我妹妹买的 还是那个老师买的 对于药从哪里来的疑问 只能等待警方 进一步侦查的结果 但是对于知情人所说 那天晚上徐某复读后 曾经求救未果的事 徐某的家人很是愤怒 徐某的家人并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徐某的死亡 丁某某应当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但是对于丁某某的家人 希望能用经济补偿 来达成对丁某某的谅解 徐某的家人认为不可能 我们家里四个孩子 没有一个是就是说想要上学的 我妹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了 我别的没有要求 我就想还我女人的一个命 我都是这个目的 别的我没有要求 钱再多 钱是人会的 我女人上完大学 钱图不亮 我们不要钱 因为我妹妹死都死了 我们要她钱干嘛呀 对不对 这事情不是说给我们15万块钱 我们就算了 我们就是坚决要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法律上不能判她死刑 我们要叫她坐牢 目前犯罪嫌疑人丁某某 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 本来我们的特约评论员 黄丽玲律师 黄丽玲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看到这个21岁的年轻的生命 逝去留下给家人无尽的痛苦 那一方面呢 是这个涉嫌的这个丁某某 可能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记者整个调查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时间节点上 这个女孩子是可以得到帮助的 或者说她可以不走上这条路 您怎么看 没错 从现在小片看到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丁某某可能涉嫌的罪名 应该是强奸罪 那么在这个师生关系之间 发生的这个强奸罪 而且呢 是在时隔很长时间之前 发生的事情 那么他们这个认定的话 我觉得公安机关会综合 这样的一个证据 以及他们师生的这种上下级的关系 和从属关系来综合判断 那么在看到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从这个事情的发生 到丁某到徐某的自杀 其实过了时间很长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徐某走向自杀 这样的一个结果 其实是让我们很痛心的 但是呢 在小片当中 其实反映了很多时间点 是可以挽救她这个生命的 比如说在这个性侵的当时 这个徐某呢 她选择的是承受 那么为什么她会这么做呢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关系 或者说她的这个意识 就激行我们的社会和学校 应该说 对于青春期的这样的孩子的性教育 和自我保护意识 这一方面我们要加强 还有我们这个徐某的家人呢 在知道的这个事情之后呢 并没有第一时间去主张 或者说鼓励孩子站出来去报警 好 很抱歉 这个时间的关系 只能先连线到这里了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当地的相关部门呢 因为这个事情也承受着相对的压力 我们只是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声 得到妥善的解决 男孩突然家中死亡 亲属反应令人生疑 小孩子的父亲 整个过程中都不讲话 都一直是他姐姐在讲话 家人口供一致 但现场勘验 似乎另有隐情 我们觉得这个石某肯定是 不会无缘无故 发这么一条信息给他母亲啊 这就是很可疑 很可能是一起凶杀戒 浙江青田 儿子突然死亡 父亲沉默 隐瞒真相 热线十二 明日播出